大家好,我是Penny 对考古感兴趣却搞不懂考古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那就一定要关注订阅考古安邻研究所 要想真正了解考古学是什么 就要先搞清楚它的两大基本支柱 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 上一期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什么是考古地层学 今天来讲讲考古类型学 试想一下当这么多器物被一起考古发掘出土后 第一步要做些什么呢? 可行的一个办法就是先分类 把范围缩小 把焦点集中 顺便把思路理清 这就是使用考古类型学的初衷 类型学也叫分类学 英文是typology 笼统来讲 就是通过观察物体共同的外部特征 来对它们进行分类 目的是帮助人们更系统地分析 你会发现 当你把杂乱的东西系统地做了分类后 你的关注点会更集中 逻辑也会更顺畅 就像生活用品收纳 广印上其实也算类型学 只不过你是按用途分类 而不是外观 用到类型学的学科很多 比如生物学 人类学 语言学 心理学 建筑学 甚至在艺术领域还曾经出现过 先锋派的摄影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个基本研究方法之一 受启发于类型学在生物学中的应用 基本操作就是对发掘出土的古代遗物 从外观上进行分类 19世纪初 欧洲的一些古物爱好者就开始尝试对古物进行分类 到19世纪末 类型学原理逐渐在实践中成熟 1935年被介绍到中国 需要明确的是考古类型学是一种指导实际操作的方法 而不是恒定刻板的理论 在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中 类型学还是有几点基本的使用程序和法则 首先是把器物按一定的标准 分成不同的种类形式 比如这种淘气叫做利 是一种古代吹具 煮饭包粥一般都用它 三个足也方便直接把它放在火上使用 利这个象形字就是由真实器物的形态演变而来 按足的高低可以把这些桃利分成高足 带足 折足 矮足几大类 每类里再根据其他外形细节 比如是不是有手柄 颈部的长短 或者口部是外撇还是直立等等 分成几个不同的形 分别给它们一个序号 比如A型 B型 C型 D型 如果还有必要做更细致的划分 就再分成若干式 以罗马数字为序号 比如一式 二式 三式等等 其次在纵向理清器物的发展序列 就是找到这个器物的源和流 然后要找到经常一起出土的器物之间的 共生和平行关系 比如同一个墓葬出土的器物 大致就属于一个时代 最后就自然而然的可以确定 这些器物的组合关系 像这种带足力和这种大号的平底观 就一起出土于早期墓葬 这种折足力和这些中号平底观 以及一些铜鸽 就一起出土于中期墓葬 这种矮足力和这种小号平底观 就一起出土于晚期墓葬 这样也就既能看出器物的发展源流 也能判断出常见的器物组合 就是力是由带足向折足 再向矮足发展 平底观则是慢慢变小 且使用带足力的时代用大号平底观 使用矮足力的时代用小号平底观 而考古学研究更重要的是 在找到这些规律后 进一步分析发展演化的原因 人类在制作器物时 总会有一定的规律和特定的用途 而不是凭空胡乱创造 就比如这种三足逃力 一开始是人们在平地点火煮食物用的 三足下面的空间用来生火 后来灶出现了 吹炬放在灶面 不用直接放在火上 就不再需要高足 力就逐渐被这种不带足的符取代了 但力也并没有一下子完全消失 而是顺应实际功能的需要 足慢慢变矮 变扁 直到也适应放在灶上了为止 外形也更像符 再比如 新石器时代在水边生活的人们 为了取水方便 就创造出了这种尖底瓶 它在水中因为浮力作用 很容易倾倒自动灌水 有的带两个小环可以用来细绳 方便在肩上背着行走 口小 平身细长 所以水不容易洒出来 但后来随着早井技术的出现 不用再去河里取水 人们就开始使用这种竖井的平底罐 或平底瓶 在它们的颈部细绳放入颈中 不用时也方便平放在地面 从类型学角度 就会看到由尖底瓶向平底瓶 由瘦高的瓶向宽扁的罐演变的趋势 后来又因为造酒技术的出现 酒比水更容易挥发 细井 带钙的瓶就出现了 以求更好地保存酒味 减少挥发 所以说一定时代的经济生产生活 决定催化或制约着器物的发展 找到共同的时代特点 就是找到了使用考古类型学的钥匙 而考古类型学就是通过这种系统分类 排列演变轨迹 在逻辑归纳内部原因 最终复原社会生活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视频更新 了解更多关于考古的有趣知识